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保留一下这种动机的可能性去了解 本席是认为说如果他们能够 我是不收费的而且是一种辅导的推广的 去让大家了解学习历程是什么 假设是善良的动机的话 那是另当别论 但是现在他把他们商品收费了 我们当然绝不容许 谢谢委员 刚才委员提到的正是我们期待 大学跟高中能够多更多的说明交流 但是有两个条件一定不能做 一个收费 一个不能去发什么你来参加的证明 那这太离谱了 因为这两个就是我们讲的 对招生是不公平的 但是去出去 反而是我们很期待 反而是我们要去推广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学端最近也都喊出来 什么叫做一试定终生 有很多的杂音 那什么叫做一试定终生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过去 所谓的学策了 他没有考过 他考了国文英文数A 但是我们第二次 所谓的只考的那一次 他就没有考了 在未来的新的制度 我们在今年的新的制度 是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 不无道理 不无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全国我们说 1827个科系 里面有1813个科系 他们参采的是学策的成绩 那其中国文英文数A 加起来比例是相当的高 尤其是国文英文 你看看87.3% 88.29%都会采国文英文 可是在第二次的时候 他们是不考的 所以会有这种 一试定终生的疑虑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新闻的报道说 可能重考的咨询 竟然是加倍的 会不会重考的比例又升高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三年 其实重考率是升高的 那在新制之后 会不会又更促成 重考率的升高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 我们现在先来看就是说 我们新的制度 到底它隐含有哪一些问题 是本席希望教育部 你们要透过长期的监测 新的制度 现在开始上路的初期 你们就要发展一个监测制度 来看一下 这个制度的所谓的后果效应 会不会发生 哪一些后果效应 是我们要监测 避免它发生的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刚刚讲的 学习历程 它的阶级的BIOS 它的这个阶级的偏差 成乡的差异 那个大家都在谈 那今天本席要拿出一个 大家比较少谈的 就是专才的遗漏 这个专才的遗漏 也就是偏才学生被遗漏 怎么看呢 那我们做一个模拟 这是台大电机系在109学年度的时候 录取的最低分数 是421.3分 那我们就用这个类似的这个分数 我们用422.6分 来做一个模拟的时候 这个是原始分数跟疾分数 跟疾分 之间所做的一个换算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栏的学生A 他是一个偏才 他很可能在理学科目 他是非常非常的 Top的一个学生 可是他也是一个没有能力 广泛的去读他不爱读的科系 然后让每一个成绩 能够分配的成为一个通才的学生 那像这样的偏才的学生 他很可能是国家 如果未来培养起来 他可能是这一方面的天才 或者是专家 可是当我们不是用原始分数 而是用疾分制 来作为这个入学的选材的方式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他的原始分数是一个422.6分的学生 而他很可能国文英文的分数没有那么的高 可是呢他的化学物理是相当相当的顶尖 可以有99分可以有100分 假设是这样一个学生的时候 他的积分数是261 好 可是一个通才的学生 他在化学跟物理和他的差距高达120分 将近20分的时候 他的积分数却是268 反而会比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天分非常高的专才 这个天才的学生 他的积分数更高 那么我们很可能以台大电机系来讲的话 反而是A学生考不上 而B学生考上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换句话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让我们看顶标跟均标 各个科目111学年度现在出来了 我们评估出来的顶标跟均标 好 我们这里 这里的A学生跟B学生 学科每一科分数的差距 其实是相当于均标跟顶标的差距 原始分数相当于均标跟顶标 这么大的差距 好 所以我们新的制度 新的制度 跟过去旧的制度 最大的差别 当然就是所谓的只考的这一次的考试 我们也把它改成疾分制了 换句话说 过去两种不同的选材方式 我们可以去达到 两种不同学生的 选材 专材跟通材的学生达到两种不同入学制度之下 可以综合跟平衡的去选材的一个制度 现在整个全部会变成是 所谓偏材遗漏的可能性 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 如果说一个偏材 他在学科上面 他很可能 那个18分很可能就是非常难的题目 鉴别度非常高 和难的题目 他都会 这种天才的学生 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之下 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通材 我们要重视的是学习历程 整个的经验 整个的综合的评量 所以这样的天才 当他考不上 他最应该认为 所进去他心目中的那个 顶尖科系的时候 第一个会不会有重考率 第二个学生会不会留书到国外去学习 我觉得 要赶快建立一个监测的计划 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下去做 开始做一个监测的计划来做 谢谢委员 简要跟委员报告一下 委员刚才提的都是非常深入的分析 那当然对于原来指考改分科测验 其实这是一个跨了好几年 整个讨论 我想委员知道那个过程 包含要不要才百分 这个确实是高教的教育目标 截然不同的选择 对对 那我跟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委员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这个分科测验后 他其实还会有加权 就是对于他这个科系 希望委员所占的 他就是希望染到 这一方面领域特别成绩的 所以他在几个科目都会有特别加权 这个我们会在留意 这个跟原来的原始分数的制度 还是不一样 是 那委员刚才提到一个 教育部一定会这样处理 就是经过这个 我们会以一些数据来作为大数据 做一个分析 以及委员所谈到的监设 因为城乡的差距 如果作为未来政策 大家在跟社会对话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部分 这种监测还包括 学习历程的城乡的差距 你来看一下这个就好了 学习历程当中 我们对于就是选修科目 你看看 明星学校或者都会的学校 你看看 他所开的选修的课程是 比较偏乡非都会学校 所开设课程的多少倍 1.6倍 所以当在学习历程的部分 有城乡的差距 然后在新的制度里面 原始分数无法让他翻身 他被拉平了他的这个突出 然后去比学习历程 又因为偏乡 然后让他处于弱势的时候 我们过去社会流动 偏向爱读书的孩子 借由大学的训练 大学的教育 然后能够带来整个家庭 或者是他人生的这种 社会流动 阶级流动 那样的效果 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冲击跟影响 我希望你们监测 好不好 因为我看你们的研究计划 我下去看你们的委托研究计划 对于高教的这些部分 我的研究计划不够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